學佛 現在修佛 不通經教 只把經禪佛師 當作佛教 做錯事情了 去拜禪 去拜佛 做法會 去孝宰 認為自己去孝宰 沒有這個道理 真正要學宗教 一定要在經典上下屬 在經典上下功夫 那才行啊 不是在經典上下功夫 你做不到我 啊 還得有好老師知道 那現在的難處 真正修行的道場 很少 好的老師 要有緣分 自己的心要善 求感應 回憶外的 遇到好的環境 遇到好的老師 真正發心求道 求佛菩薩 萬祖 這是真的 也真有效果 不是假的 今天 要依照古身先行 教給我們的方法 夜门深入 常识寻修 读书千遍 其意自见 刘苏云去寺 大家也都认识他 他就是一父亲 无量寿静 学了多少年了 二十年了 没有改变 夜门深入 这部《经》听了多少遍 他每一天读《经》十个小时 主要记住 二十年 没中断 无量寿静从头到尾 像他那样天天念的人 念了二十年 念一遍我相信 不要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熟透了 念了二十年 没中断骨 除念佛之外就念 念经之外就念阿弥陀佛 我听说 有人请他讲经 讲地藏经 还讲什么经 他都能讲 这就是说 一经同 一切经 全关同 没有障碍了 没有障碍了 这个人做人很低调 没有把名利放在心上 性格有一点像海鲜老和声 什么人都好 什么事都好 真诚的人 夜三没有欺骗过人 非常难得 稀有难逢 那我们知道 这个人 必定往生 他往生的品位 比一般人要高了 他有修学的功夫 极杀累得 好音 又好不好 好音 好音 这支吓得 好音 啊 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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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音 好音